2月4日,有网友晒出杨子在拍摄新戏的路透图 表示他在拍摄199i的时候受伤 事发地点位于惠州二中的后门 照片中,30岁的杨子身穿校服脚踩白鞋现身 正被两位工作人员搀扶着走了出来 看得出当初事发比较突然 街上零零散散有几个行人站在一旁 并没有看到有医疗人员在一旁 而放大照片可以看清当时杨子扎着马尾身穿校服 略显清晨 而根据两位工作人员吃力的样子来推测 杨子已经不能自己走路了,看起来略显虚弱 根据爆料网友透露是骑车的时候摔了下来崴上了脚 据网友透露杨子已经看过医生并无大碍 剧组199i已在惠州取景书院 该剧是由杨子、范晨晨等主演的《秦春励志剧》 所以惠州二周自然是成为了取景的主要地点 不少网友感叹骑车崴脚的视频可以剪到镇片中去 毕竟不少人的青春都有崴脚的经历 其实这已经不是杨子首次拍戏受伤了 在2021年与肖战在桥上拍戏的时候 杨子被滑滑板经过的男孩碰到了 立即俯身查看自己的伤势 而站在一旁的肖战立马过去查看 后来男友力爆棚还想要背起杨子走 演员在片场受伤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没必要大呼小叫 吃着晚饭就要承担这个分线 而杨子也并非想要靠这件事来营销自己多么的敬业 在相关动态的评论区已经有不少粉丝 开始评论表示工作擦碰很正常 身体已无大碍 但在这里还是忍不住要夸一夸杨子 杨子在十岁的时候便出养了笑容秘史 算是出道比较早的童心了 但被大众熟知还是在家有儿力中 但后来步入青春期后开始发棒 被大众嫌弃不好看 就连妈妈宋丹丹也表示她不适合当演员 差点被劝退 记得在2016年 杨子凭借欢乐宋被难度娱乐周刊评为90后四小花蛋之一 还获得了第29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 和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亦兰奖最佳女配件提名 本着提名极非政可的原则 杨子终于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后来她应对行业的热爱 凭借湘米沉沉静如霜和天机之白蛇传说再次出圈 尤其是过去五年 杨子的人气呈现井吞噬的增长 而如今已经30岁的杨子虽然至今还诞生 但是宣告和颜值开始越来越出众 颇有女人为宴妻平安康复 明镜需要您的短暂